手工的拼布手提包 上面縫上許多以花朵為異象的裝飾 顏色多彩繽紛 讓人看得十分喜愛 新竹縣總工會在歲末之際 辦理手作學員回娘家活動 現場還有手工DIY馬卡龍 巧巧勁 讓鄉親也能親手實作 體驗裁縫樂趣 DIY的課程就是讓所有的 我們今天參與的朋友 從最基礎的那個拼布 他們都還可以就用簡單的方式 讓他們來體驗說 這個拼布是來怎麼做法 現場展示了手工縫製的手提包外 還有烘焙般的許多手工小點心 配合咖啡調理 育成班的高品質咖啡 除了展建一年以來所學 更提供第二專長的培訓 我們這個咖啡育成班 是專門是針對 例如說他想創業 然後喜歡咖啡烘焙這一塊 那就是包含一些 就是創業的輔導 手上的一些技能 就包含了一個 麵包跟蛋糕還有餅乾 還有一些西點 還有一些創意的一些烘焙產品 目前有幾位學員 也在籌備創業當中 對對對 新竹縣總工會 秉持讓學員能夠 學以致用的理念 讓學員有作品展示 跟展示的機會 幫助他們有更多能力 實現創業就業的夢想